来小声 能听到吗 嗯说 我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那个外充的那个白卡 看完一次 然后我再去看一次 我天天去看 这样行不行 行啊不要钱 就是那这样不也是可以一直看吗 那首先你有几个要求 一账户不能抄两万块钱 一二你一年不能挣两万以上 三你要是赶上来 你留任何遗产的扣完税 加上那个你欠的钱 完了再留给后代 我以为他只能看一次呢 也就是说他也能看很多很多次 就无数次是吧 可以啊 你就是这辈子别有钱 你这辈子就是跟流浪汉差不多 完了 那个也别想给儿女留任何东西 完了钱你也不能往银行存 你都跟着倒筛子 燕燕你老黑给你抢去 他看的程度是怎么定义呢 比如说我得了一个很复杂的病 你能治就治 嗯能治就治治 治不了就等了 就是拍戏就拍了 能挺就挺挺不了就使 就这么简单 啊那好了好那我没事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 啊行 好 来 来 身份不合法能搞钱 我是中介吗 你们问我身份问题干啥呀 身份不合法能不能搞钱 你去都不合法 呆都不合法 你上哪儿挣钱 你那些那些走道去的大哥 他都能讲话 那个乐的都给地上躺吧 没活儿 跟着等活儿 一个个都是在那个订泡广场 那个附近加克旅馆跟着趴子 你多啥 你能脱颖而出 我告诉你们 白卡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治不治病 治 没一直没钱 一直治 那其实就跟就跟中国的五宝户是一样的 就是穷 你街道看完你是咋回事的 完了就能不能看也能看 有 但是外国他不是给你看完拉倒 五宝户是看完拉倒 这个外国是看完欠了 这是本质区别 一个是用环 一个是不用环 听懂了吧 再一个是资源很排 要等 就是现在 你们现在就是都和国内长时间呆的 就是这么简单 谁约体检等仨月 你们能等的 你们不得觉得我不禁要问了 对不对 你这个谁能说是一说不舒服的 完了你给你拍期拍一个月 你能等的 那我疼死了吗 你不又得不禁要问了 国外能 国外能 就这么简单